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我剛剛聽完清芳講了一個困難 然後林老師講到調查報道很寂寞 然後接下來我老師就說 可能要打官司 我想可能會嚇走很多人 就是我原來做調查報道很悲情 然後還要斷吹 那其實我個人 我其實很享受這種所謂的調查報道 那剛剛清芳講了五個困難 至少有兩個我馬上就沒有了 第一個就是我不必被老闆指示 四個月到六個月之內要完成一個調查 通常一個調查 依我現在做的一些調查 其實那個時間都是非常長的 那你同樣的時間也不是只做那個調查 你是很多線索在進行 那當然那個線索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個契機 或是結果 其實你也許自己也不知道 甚至你在調查過程當中 你會 你甚至會忘記你當初要的那個真相是什麼 因為可能有個事情會讓你就轉換了 好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沒有的限制就是 我不用擔心我 那個人報導我要登在哪裡 對不用像以前在報示 那個寫了半天 然後八百字 現在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對 對 那其實我跟崔主任有同樣的疑問 就是什麼是調查報導 那尤其我看到這個所謂的文題 對 對 我不確定調查報導是不是一種問題 因為就是說你不論是加拿報導 或是即時新聞 或是 專題報導 你會看到每個記者 他 他只要是主動去 不是記者會公開的資訊 他是去找不到我們所謂的獨家新聞 其實某種程度 他都有調查的成分在裡面 那只是那個深淺 程度的深淺不同而已 對 那 所以我覺得從目的性來說 就是你一個調查報導 其實跟所有的報導都是一樣 你希望能夠 透過報導去促成一些改變 就是新聞的影響力 對 可是我想比較特別的說說 他的確是跟一般的報導不一樣 你必須要去做比較深入的一些調查 那以我自己為例就是 然後那個調查就是 你可能在某個機緣下去發現的一個事實 然後觸動你那個想去調查的那個感情 那像我兩年前離開報社的時候 就跑到那個後龍科技園區去做一個 因為 當記者很奇怪 好多忘記我已經理职了 然後採訪 就是覺得有事情還是跑去這樣子 後來就變成獨一沒底 那我要說的是說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農民就反對對徵收 全面性的反對 而且非常非常激烈 然後你當天到的媒體也不少 然後你隔天打開報紙 就覺得 欸大部分都沒有登 然後有登的呢就是 欸那個事情就是 那個場面很好啊 然後大家都贊成啊 這樣 那那個事情就讓我覺得很好奇 所以當天唯一真相報導的是我 獨立媒體報導 那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事情是這樣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事情從兩年前開始 當我在那個現場看到那個狀況的時候 我就覺得應該要去更深度的去做一些了解 那一路以來 我不敢說我做了什麼調查 我覺得我們記者講調查的時候 所以我會覺得有點心虛 因為其實據我所知 真正在調查的不是記者 我看到就是很多的MGO工作者 很多的公民記者 甚至前幾天有個人跟我講 他為了去調查台電一個宿舍的一個問題 他跟我講說他買了一瓶加法 因為他怕被認出來他是誰 就是有時候他必要去 他必須要變裝 他必須要去做一些偽裝 甚至是透露啊 這些就是在我們傳統媒體的教育裡面 也許是不被允許的 這些事情 那我剛剛講到後輪科技園區的歷史 那後來就因為這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好奇 然後我就去做了調查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接下來要達到什麼樣的解 你希望促成那個改變 為什麼那個土地徵收是這樣子的隨意 那後來今年的4月就有一個結果 就是那個案子就被撥毀了 那這樣就談到就說 剛剛我們林老師講到就說 你那個結果出來發表 所以一般的調查報導 或許是他調查了很多年 他在地下室工作很久 然後寫出一本書 最後一個結果 然後斷吹啊什麼的 那我個人覺得新聞 不論是什麼形式 它都是希望促成改變 所以在那段過程裡面我採取的策略就是說 其實我是誰採誰寫 我當然把那個調查的時間是拉長的 可是我希望你寫了之後其實會 那個氣氛會變動 比如說官員看到你寫什麼 那個氣氛是會變動 氣氛變動之後 你的報導去影響那個事件的變動 那氣氛變動就會又回頭過來回饋你的調查 所以我當時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我希望在這個調查的過程 它就能造成影響力 而不是說我結束了 這個事情結束了 然後我把這個作品呈現了 那可能就像大家看到的那個電影很酷啊 就是丟區給調查局 那調查局去調查 某人下來 做很戲劇性的作法這樣子 所以我 所以就是說 這個文體是不是要特別被規範 還有那個報導的時機跟報導的形式 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想大部分的媒體記者可能都 不是那麼的清楚 對 然後 其實 其實我 我會覺得其實現在真正有餘裕 應該要講餘裕 有餘裕能夠做調查報道 應該就像我們這種很閒的 不必每天長官要求 你趕快去配一個什麼稿 那裡有發生什麼事情 趕快衝去那裡 每天就跟蒼蠅一樣跑來跑去 然後每天做完事你就累垮了 其實也不用去 真的沒有力氣再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其實調查報導 它在台灣的確是很少見的 不要說調查報導 光是你能夠長期追蹤一個議題 我覺得就是困難的 就已經是困難的 那個困難我覺得某種程度是制度造成的 制度造成的 就像你看我們在報社 它分線是非常清楚的 壁壘分明 你跑銀建署 你跑董委會 你跑交通部 那個線索是非常壁壘分明的 甚至地域是分明的 你是跑中央的 像我以前在報社 有時候為了一個事情 你想要揭露 其實你必須偷偷的跑去 偷偷跑去 然後趁長官沒上班 帶班跟你比較好的同事 然後你就說拜託老 幫我登一下 是這樣子 那你自己出車前 自己用休假洗 以前在報社 大家都知道你在什麼報 就每個報都一樣 都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個地域就是 你不能去踩人家的線 我今天在台北 你怎麼可以跑到台南來 那在報社規定是